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李基千,欢迎来到我的农历7月15直播间 今天本来要在英朝地府那里做直播的,可是这里有条规的关系呢 所以目前从地府我们一到来,开放公园这里做直播 明天就是农历7月15了,讲到7月15大家会想到鬼节 所谓的鬼就是人死后所出现的中阴身 关于这个死后的世界,其实人类一直都存着怀疑 到底死了之后是真的一了百了,还是真的有如我们佛教所说的 有前世今生,有轮回,有投胎呢 关于这一点,自古以来有很多很多人写了很多很多的书 包括我的根本上师圣尊连生活佛也写过这一本如何度过生死大海 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说如果人死了之后,七七四十九天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以及在您死亡的八小时到十二小时的时候 您的中阴身又会遇到怎么样的天崩地裂的状况 你又应该要如何面对,又或者您的亲人过世的时候 我们身为他的眷属又应该如何帮他 这本书我在好几年前就已经介绍给广大的观众们了 而有的人呢,他一生下来就非常相信一果 所以当他读到这样的善书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念头,嗯,对,是,是,真的是这样 而有的人呢,他却非常非常不幸 甚至他还持有一种邪见,我们称为断见 何谓断见,他说天底下没有鬼神 死了就是死了,根本没有灵魂之说 无论你这一世做多少善事也是这样 你做再大的恶事也是这样 根本不用去在意什么叫善,什么叫恶 因为人只要一死,一切都化成灰 根本就没有轮回 因此我们不用去在意到底这一世累积了多少善事 又或者这一世会不会做了很多的恶事 因而下阴朝地附,甚至堕入十八层地狱 这样的人,我们称他为断见 因为拥有断见的关系 他甚至会诽谤佛,诽谤法,诽谤僧 他也会讥笑他身边的家人 他身边的家人拿一只香来拜 他说你们很迷信 跪下来做大礼拜 他就会笑他说,有必要做到这样吗 他们如果坐下来念经持咒的时候 拥有断见的人也会说 整天在那边念念念,也不懂 你在念什么,念了也不见,马票开 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 有这个因缘会相信佛法 有的人却几十年都会是主持人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个人的福报有差 能够听闻到正法 能够相信正法的人 他是拥有大福报的 而一个人他没有这个福报 没有这个善因缘的话 他这辈子就不会有善知识出现 来跟他说如何正得解脱 如何去行这个菩提道 因此看到这样的人 无论他是拥有断见也好 又或者拥有善知识的指引也好 事实上,这一切一切的业力 我们又应该如何一一的去过我们这一生呢? 有的人觉得如果这一生只能够活一次的话 那我一定要活得够刺激,够好玩 一定要及时行乐,及时享福啊 但是我们学佛人 我们明白福报终究有用完的那一天 因此我们在用我们的福报的时候 我们是小心翼翼 而且是精打细算了 为什么精打细算? 因为我们也生怕福报用得太快 用完了之后 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福报 那就只剩下野报了 在这里告诉大家 无论您是相信有因果也好 没有因果也好 今天这一场直播我们来聊聊 地狱真的有吗? 有! 地狱真的真的有吗? 有! 绝对有! 地狱真的真的真的有吗? 没有! 地狱根本就没有 地狱根本就不存在 且听听我今天的直播如何解释 到底地狱是有还是没有 而你的八字里面 有没有可能您已经活在地狱 而不自知 还以为您活得幸福快乐呢? 在地狱根里面 其实很清楚的交代 地狱到底在哪里? 自古以来 佛菩萨圣贤僧都说有地狱 可是 可是如果真的有地狱的话 请问 为什么又不会看到地狱呢? 地狱根本就已经记载了 真正的地狱 它就在哪里? 三海之内是大地狱 地狱根本就说 地狱有言 三海之内是大地狱 大地狱就在大海的底层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白天去看大海的时候 哎呀 真的好惬意啊 晚上去看大海的时候 你就完全没有那种 觉得很惬意的感觉出来了 因为晚上去看大海的时候 只觉得有一种 阴森森的气场在那里 更有人说 我告诉你 农历七月千万不要去 那个大海啊 你去海边坐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没有发现到吗? 原来因为地狱就在大海的下面 下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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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所以有一句话也是这么说 农历七月鬼门关大开的时候 请问鬼从何而来到人间呢? 就是从大海那里 慢慢慢慢的走出来 因此也有一说 农历七月的时候 千万不要到海边 尤其是晚上 晚上到海边 只怕你真的会碰到 好兄弟善案的时候呢 跟你撞得更 跟你撞得更正着 导致呢 回家的时候就 伤风感冒发烧 回到家大发雷霆 甚至在家里的时候呢 常常情绪很不稳定 一时烦恼 一时开心 一时发怒 一时又有一种觉得 人生毫无意义呀 这些其实都是充犯的 那个范围来的 地藏经俗勒记载 大地狱在山海之内 他也告诉我们 这山海呢 我们称它为夜海 何谓的夜 就是身口意 这三叶而成的夜海 一般人只知道地狱 有十八成地狱 你真的还以为 地狱只有十八个而已吗? 不 其实这十八重地狱呢 它还有延伸出来 有大地狱 五百个大地狱 再五百个小地狱 再有很多千百万亿 种的地狱 奇怪了 为什么地狱有那么那么多层 为什么不是只有十八层地狱呢? 因为人的夜 哪里只有十八种罪呢? 你说是吧 再想想一下 我们去人间 如果我们犯了罪 到法院那里受审判 你觉得这些法院里面 所判定的罪 只有十八种而已吗? 如果在人间都不止十八种罪 那请问地狱又怎么可能 只有十八成地狱而已呢? 在这千百亿的地狱演变季当中 有人讲说 如果您生前 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 您就会堕入地狱 我们现在来讲讲 人死后 到底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事 为什么是七七四十九天 来决定他的轮回 而在这七七四十九天 我们的爸爸妈妈 祖先或身边的人 过世的时候 他的灵魂到底在哪里? 他会否下地狱? 有这么一说 人死后 他变成了灵魂 头七 我们会拜头七 二七 三七 四七 五七 六七 跟七七 因为灵魂在七七四十九天里面 每七天 他都会产生一个变化 唯有每七天的时候 那个灵魂才会处在一个 非常清醒的一个状态 因此 每七天 如果刚好有一个法会 可以报名 可以为祖先 为王者报名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才会清醒过来 他会想到说 我已经死了 我现在何去何从 我的孩子怎么办 我的配偶怎么办 我的事业呢 我的财产还没有分的 我应该要怎么办 因此 如果你身边 有一个家人过世的话 请您记得 七七四十九天的头七 你一定一定要帮他做工的 这个在师尊的这一本 如何度过生死大海里面 一一的记载 非常非常的清楚 现在刚好是农历七月 我都有教大家 在农历七月 从初一到三十 今年有到三十 有时候只是到二十九 从初一到三十 每一天都要念 报父母恩咒 那么 南无弥尼多多破一首哈 今天已经农历七月十四了 各位 已经念满十四天了吗 如果您的父母刚过世 又或者您的父母 已经过世已久 他依然非常非常肯切的 需要你为他 修这个功德给他 这个咒 并不是我传的 也不是师尊传的 而是我们的佛教教主 那么本师 释迦摩尼佛所传的 南无弥尼多多破一首哈 每天念足四十九遍 均能够回向给 已故的父母 如果您的父母还活着 但是目前有重病 那请您注意了 因为也有这么的一说 一年当中有几个季节呢 重病者是特别难挨的过的 农历新年 清明节 农历七月 也就是鬼节 还有也有人说 重阳节和中秋节 我的外婆本身 就是过不了中秋节 她在中秋节的早上 就过世了 以及也有人说 农志也是其中一个 重病的患者 比较难过关的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眷属 目前是得到重病 这个医生非常的不乐观 那请您注意了 这个农历七月 你应该要多为她做功德 功德不一定要等到 王者过世才做 其实在她生前 我们也能够为她做 为什么呢 你每个人都会跟我讲 我妈妈是好人 我爸爸是好人 我的阿公是好人 我的阿嬷是好人 你对好的定义是什么 你确定 你对好的那个定义 真的符合言罗丸 对善及恶的那个定义吗 不见得哦 因为很多人对佛教有误解 而且存在着自身的邪见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断见 有的人的邪见是 他相信佛 但是他说 心地好就好 人何必修行呢 对吧 人生难得就是要happy呀 叫我修行 我心中有佛就好 不要跟我讲别的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邪见 因为他根本没有读佛教经典 根本不懂怎么叫修行 凭什么说心中有佛就能够往生到西天 所以邪见事业呀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长辈生前到底做了什么 他年轻时候的事情 是否荒唐 是否真的符合善人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后代的根本没有办法 一一都清楚的 打个比方 难道您的孩子100%知道你以前的事情吗 不见得对不对 可能年龄老公也不懂 年龄太太也不懂 因此 在我们不清楚他们的善恶业之前呢 千万不要妄下定论 认为他一定能够善终 不一定 就算他善终 我们更希望他能够去到更好的那个境界 灵魂在死后 去到阴曹地府 必须要过一道桥 我们叫做奈何桥 但事实上 如果您是比较有善根气的 生前有修很多善行 而恶行非常非常的少 又或者您所犯的罪业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伤害那么多的众生 佛教五界的 不要杀到淫忘酒 你真的有手的话 那恭喜你 您到了阴曹地府的时候 不会直接 虽然呢 虽然不用去受十殿阎王的审判 你可能呢 直接就过了里面的两条桥 一条叫金桥 真的是黄金的金 另外一条叫银桥 过着金银桥的王者呢 往往就是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又或者随您的善业 投生到一个比较好的境界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过金银桥 如果不能够过金银桥的话 您的灵魂在头七天的时候 就会在第一殿的秦广王 对不起 十殿阎王的第一殿的王 也就是秦广王那里 他会看您到底有犯过怎么样的一个过错 他如何去知道你犯过怎么样的一个过错呢 有三个方法 秦广王他本身呢 有三个法器来奠定这个亡灵 在生前到底做过什么事 第一他有一本善恶部 打开来 从你零岁到到你走的那个岁数 全部一一都列在那边 你跟他说 没有秦广王 小女子冤枉啊 我真的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好 你说没有 他就拿了一个善恶秦 真的是给你秦东西的那个秦 一个善恶秦来秦一下 到底您生前是善业比较重 还是恶业比较重 各位观众呀 告诉你们 所谓的善恶业去秦呢 并不是说 哦 我只要善业做的够多 恶业做的够少 那我的善业一定是比较重的 不只是以那个数量来衡量 它是以你这个善行 或恶行的那个分量来衡量 我讲的分量并不是重量 而是说 这个善行 他利益了多少广大众生 他利益众生又有多久 以及他利益了这些众生之后 这些众生会不会再去 利益别的众生 有点像做MLM这样子 所以啊 一个老师或一个师傅 如果他一心自己有在 用尽他的身口意的力量去行善 他有带动更多人的一起去行善的话 那他这个善行的功德就很大了 如果同样的 这个人他只做过 他做过很多很多好事 可是他只做过一件恶事 哇 可是这件这一件恶事呢 他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 伤害的众生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还非常非常的久 也导致更多人受了影响 进而去造更多的恶业 那你说 做一百件善事的功德大 还是做一件那么严重的恶事的恶业重呢 因此 当秦广王拿出他的善恶秤来衡量你一生的善行跟恶行的时候 秤的不只是我们一般人以为的重量而已 而是那个影响力有多深 还有您在行了这些善的时候 出发心是什么 您行恶的时候又是否有忏悔心 如果秦广王说出您一一的罪名之后 你死都不承认 你觉得你没凭没据啊 秦广王千万不要冤枉我啊 我在生时是多好多好的一个人啊 好 不认识吧 来 来人 托他去聂静台那里 让他照一照 秦广王的第一殿那里 有一台镜子 他就好像一个VCR 他会把你生前所做的所有的善跟所有的恶 一一拨给你看 为什么他会知道 因为在我们的脑袋里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 其实是有一个录影机 全部我们所做过的东西都收在里面 就好像里面有一个卡带一样 他会抽出来 抽出来 抽出来 拉出来 然后从你生前到你死后的所有东西都记录在里面 看你往哪逃 在这七七四十九天的头七之后呢 当秦广王已经判了 你有什么罪也好 轻罪重罪等等等呢 然后再判你去其他的殿 第一殿是我们的头七 也就是秦广王的殿 第二殿也就是二七 死后的十四天 第七天到第十四天里面呢 罪业深重的就会到第二殿的楚江王那里 继续的受审 看你犯怎么样的罪 再看要怎么样的刑罚 如果不是第二殿这个楚江王管理的话 那三七也就是第十四天到第二十一天的时候 这个灵魂就会被派去第三殿的宋帝王那里 好 怕哪怕哪怕要排队嘛 因为地狱听说也蛮热闹的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 上天堂的少下地狱的多 如果你不信 你可以去看看 我根本上诗的这两本书 地狱变现祭还有诸天的阶梯 你一直说你觉得你是好人 先读一读地狱变现祭 别急着说自己是好人 急什么呢客观 你想想看 我出来拍了两百多条影片 大家有发现到吗 我从来没有说 我是一个大善人啊 我做了多少善事啊 我引多少人归一真佛呀 我从来不敢说 为什么我不敢说 为什么我贵为一个师父呢 还不敢说 因为当你认真的去读地狱变现祭 然后你再去读诸天的阶梯 你才会真的明白什么叫做善 什么叫做恶 你什么都不懂 你就是人云亦云 人家讲这个是好事 你就觉得这是好事 人家讲这是错事 这个是不对的 你还说每个人都是这么做啊 我有什么错 邪见啊 邪见 不懂装懂 永远饭桶对吧 所以 好好的去增长您的智慧 再决定 你到底是真善 还是假善 有一些观众告诉我 讲说师父啊 我其实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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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请你来帮我看八字 我更加想要请你来帮我看我家的风水 可是呀 我迟迟都不敢决定 我说为什么啊 你再不决定我要起嫁了耶 他就讲说师父 因为你很凶 我怕你骂我 我说啊 怕我骂你啊 如果你看了我这么多影片 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你不可能那么的懵懂 一点点善知识都不懂 对吧 我们的观众都是有智慧的 我们的观众都是有良心的 这个是自我肯定啊 因为没有人喜欢讲自己是恶人 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 那问题在于啦 如果你相信我不是一个野蛮人 虽然我的祖先是南方人 这是借五祖红人的话 因为当年六祖慧能去拜五祖红人 想要拜他为师的时候 那五祖红人就问六祖慧能 他说你是哪里人 六祖慧能就答 我是南方人 五祖红人就说 南方人乃是野蛮人 意思就是说 不想要收他为徒 这个时候 一个字都不会的六祖 对不起 一个字都不会的六祖慧能 他当初只不过听到有人念一句 金刚经 就那么一句 那么一记 他就决定要去拜师学佛了 那个时候六祖慧能 既然一个不是字 南方野蛮人 他既然会应五祖红人 他讲了这句话 他说人有分东西南北 但是佛性没有分东西南北 他所说的那一句话 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 所证得的无上之灰 众生皆有佛性 也因为众生皆有佛性去顾 所以众生皆平等 因此人与人之间 理应来说 没有分大小 也没有分上下 但是我们一概的去尊敬 是为何呢 因为我们敬老 二我们尊贤 三我们也只带着一种谦卑的心 但事实上 人如果没有分大小 又或者上下的话 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看不起人呢 因此 秉着这样的一个道理 如果你相信我的 人格的话 你怎么会觉得你来到我这里 我就一定骂你呢 而且坦白说 如果你当真做错 你一直很需要有个人给你当头一棒 不是真的打啦 我拿你赶 我怕你去告我呢 而且是通过视讯嘛 视讯也没得打 要打也没得打 如果你真的是相信我的话 那你应该知道被我骂 其实反而是癫心你 反而是一个加持 心里没有鬼的话 堂堂正正 光光明明 对吧 正大光明 有什么好怕 我也是整天给师父骂 我不也是这样子待他身边 十八十九年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明白 最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不能够突破 这样的一个心理障碍 其实在你的内心世界里 你就已经种下了一个下地狱的根 下地狱有五条根 财 色 明 实 碎 所有下地狱受苦受难的人 他必定是犯了这五根当中的其中一个 又或者全部都犯了 都不一定 多少人呢 多少人因为过不了这个呢 因此 七七四十九天内 三七过后 从二十一到二十八天 这个灵魂如果还有更大的罪业呢 他就会被派到五官王那里 二十八到三十五天 还有更多的罪 还没有派完 哦不是这个店负责的 是另外一个店负责的 好 就派你去第五店的 阎罗王 阎罗王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包整 包青天大人的那一店 阎罗王过后 如果这个罪业还没有真的完全能够清楚 所受的刑罚还没有结束的话 别担心 从三十五天到四十二天 就送你去到贬城王那一店 往往去到贬城王那一店的灵魂呢 很可能都是堕入畜生道的那一些灵众 你知道怎么样的因果会堕入畜生道吗 贪给你做鸡 撑 给你做老虎 给你做狮子 给你做豹 给你做蛇 踩到你的尾巴 转过来 直接就咬下去了 你根本没有说 哎呀 你踩到我的尾巴 你没事吧 没有对吧 蛇哪有跟你调情的 直接就是咬了一口 咬错了 too bad 这样的一个心态 心中有成面 我也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我告诉你 多的是 真的 我一年看八字跟看风水 见数百人 没有开玩笑 数百人 看我样子不像 对不对 因为我只要脱下了 李继千师傅的这种包装呢 其实我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素 我就是喜欢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素 因为真名夺利呢 我个人没有什么兴趣 我最有兴趣的呢 就是修到 还有将来能够见佛 这是我人生最大最大的志愿 除了这些以外呢 其实我对人生很多东西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你问我要不要开班授课啊 要不要去做一些户外的workshop啊 又或者周游列国啊 去看看不同国家的观众啊 我不是对你们没有兴趣 当然等一下你们弃我而去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我就是喜欢安安静静 这样子呢 就做一些菩提事业利益众生 好好修行 能够帮多少人就帮多少人 存到的钱拿去帮助父母 帮助我相信的一些菩提善业呢 这样子过往我一生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如果活得简单 那或许你我在死了之后 我们都不需要到 七七四十九天 会到的那个泰山王的那一店 十殿炎王的第七店 就是泰山王的那一店 如果您的灵魂在七七四十九天内 没有后代为您做功德 你的孩子他不信佛 他觉得你信这些是迷信 那你真的是噔噔噔噔噔 你真的是God bless you May Buddha bless you 为什么 如果您善功德不够的话 你可能就一直待在阴朝地府 非常非常的久 孩子不可靠 线上的927位观众 我再告诉你一次 孩子不可靠 我最近才刚刚看了一个八字 我一个大概二三十岁的父女看了一个八字 她妈刚刚今年年初过世 一讲到她妈的时候她就 演得像不像 我不是说她在演 但为什么我会拿她来讲呢 因为后来我就问她 这个农历七月 你有没有为你妈妈做功德 有没有为她念抱父母恩走 没有 那我说在英文呢 这一种眼泪有一句词汇 我们叫做crocodile tears 你哭因为你失去你妈妈 可是你知道你母亲 现在如果她还没有投胎 还在阴朝地府内 你知道那边是24小时不见阳光的地方吗 大家可以想象吗 如果你的24小时都是无奇马黑的 伸手也不一定能够很清楚的看见五指的那一种日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如何过 英朝地府就是这样过 而且在那里并没有真正的欢乐 也没有真正的幸福 因为每一个灵众在那边呢 他们都有放不下的牵挂 因此善功德不够 福分不够 不能够到西天取经 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就只能够在下方 而后代子孙子会哭 根本没有想到为爸爸妈妈做功德 只会问我的事业为什么不好 我的财富为什么不好 我有钱了 才为爸爸妈妈做功德 当年你爸爸妈妈把你养大的时候 他是等到有钱才把你养大吗 试想想 就算生前爸爸妈妈有对不起你的那个地方 生育之恩 养育之恩 栽培送你去读书 就算他买过一碗饭 买过一件衣服 给你一个屋檐 可以在那里睡觉 休息 这个都是恩 各位 所以在佛教里面也有一句话 一句记是这么说的 施主一厘米 大四须弥山 坦若无功德 披毛 戴脚环 这个是讲出家人 如果受在家弟子的供养的时候 他要把一厘米呢 都看成须弥山大的那个功德 我们身为孩子 也应该有同等的心 去对待我们的爸爸妈妈 如此 你才真的谈得上孝顺 才真的谈得上 那个善良 人最初最初的那个善是什么善 一定是从孝顺开始 所以我现在人是在虎报别墅 虎报别墅这里呢 新加坡观众应该都会懂 有一个石殿 石殿 石殿炎王的那个殿呢 殷草地府 还有地狱种种的苦行呢 能够给大家去看 在那里 你走出那个石殿炎王的殿之后呢 第一个看到的呢 其实就是跟24校有关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为什么从殷草地府出来的时候 看到的这些雕刻呢 是那个24校故事的那个雕刻呢 因为他在提醒你 人如果不懂得孝顺的话 那你真的是连畜生都不如 因为畜生都会懂得孝敬狗爸爸 狗妈妈对吧 小熊猫都会懂得去孝敬自己的熊猫妈妈 跟熊猫爸爸 人 有读过书的人 有受过上等教育 你怎么会不懂 而整天只是在那边想这钱先钱呢 你孝顺的功德不够的话 那请问 你如何能够有功德 来换取人间的福报呢 不会的 我可以跟你讲 真的 我一年看几百个人 所以看多听多了 因应果我的东西 我真的非常清楚 所以有时候你问我 地狱变现剂 这个地狱是否真的要等到你死的时候 才去地狱呢 我告诉你不用 人间的地狱多的是 新加坡医院越见越多 无论是大医院又或者 community hospital 越来越多 代表什么 我们新加坡人 又或者新加坡的居民呢 越来越多人呢 活着的时候 就要去 偷腹 挖心 抽肠 抽血 甚至呢 要去换骨 切骨 甚至换脑 等等等 我不懂脑可不可以换 换肝 肝就可以换 换肾 这些就是地狱苦行 但地狱不只是这种身体有关的地狱 有的人晚上他永远都睡不着觉 他一定要吃安眠药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很紧张 你问他恐惧什么 他也说不出来 他就是一直怕一直怕 一直担心未来 你问他有什么好担心 一切都安排妥当的 他就是担心 因为地狱变现期 他的地狱已经出现了 有的人活着的时候 他的脚一直痛 他说 师父我不懂为什么 我的脚一直痛一直痛 我做了很多东西 运动啊 饮食啊什么 我都调了 可是我的脚就是一直痛一直痛 在师尊的这一本地狱变现记里面 他清楚的记载着 其实有一种地狱呢 不是给死人去的 有一种地狱 是给活着的人去 不可以不可以自己指自己 对不对 这样子自己指自己 不是很没有用 怎么可以说自己下地狱了 而是给活着的人去的 那一种 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狱 我们叫做边地地狱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旁边的边 也就是说这个边地地狱呢 它并不是在地狱本身里面 和所有的鬼众一起受苦刑 它是在这个地狱的旁边 叫做边地地狱 而这个边地地狱呢 就是给我们活着的人 如果你生前的罪业 非常非常的重 又或者可能是过去式的一种罪业 犯的非常非常的重 时间已到 不是真的这个时间 而是您的人间的福报用完了 以八字学来讲 往往这个就是你八字走进衰运 什么东西叫做八字走进衰运 你八字走进的那个运的五行 是克你本身的 它不是你的用神 它是你的八字的寄神 也就是你的 enemy的那个意思 当您的八字走进那样的运的时候 你浑身的阳气会开始衰退 不忘吗 忘的时候就是阳气具足 阳气旺盛 不忘的时候阳气衰退 这种时候 阴差就能够在你睡的时候 来抓您的神士 去到边地地狱在那里受刑 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梦 梦见有哭喊声 梦见脚被拒 又或者梦见很多很恐怖的情景 你起来了之后 这里很痛 哎呀这里很痛 因为有的人 他为什么会做如此的怪梦 就是因为他的神士在晚上呢 已经被阴朝地府的鬼差 拖下去边地地狱受刑了 怎么样的人会这样呢 十尊的地狱变现记里面 交代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活着会有地狱 心灵一直活在恐惧当中 也是一种地狱 你想想看 你已经很累很累很累了 可是你始终睡不着觉 你已经很多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了 你以为现在就能够睡 可是躺下去的时候呢 你终究不能够睡 当你身心疲惫 心灰意冷 当你万念俱灰的时候 你身上的阴气必定会比较重 也因为阴气比较重 要让你从一个悲观的人 走到去乐观的那个状态呢 一般来讲一定是比较比较难的 在那种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大家千万不要穿黑色 我今天穿黑色还穿这个呢 其实是为了做这场直播 硬结的一种打扮 但是我告诉大家 黑色在所有颜色当中 是最阴的一个颜色 也就是说阴的磁场是最重的 如果你的心中并不是很光明 那你现在呢 也很多的病痛 以及也有很多很多悲观的一种思想呢 请您千万不要穿黑色 虽然在某一些八字 黑色可能是他的幸运色 但你也不用像我这样子 全身黑到丸 站远一点 因为今天特别打扮呢 一定要来晃一下 让我的打扮 值回票价的那一种 提醒大家 可以多穿一些比较亮的颜色 就算你不喜欢 看你的八字而定 有时候不一定亮的颜色是什么 红色橙色橘色那一种白色 又或者天空蓝的颜色 都是一些比较亮的颜色 而且是真的能够让你呢 从一种比较悲的情绪 比较负面的情绪呢 慢慢的走向光明的那个情绪 我有一支影片叫做 阴气过重的家 容易招鬼 容易招阴 所以大家可以去 Google YouTube那里呢 找一下 七七四十九天过后 其实您的灵魂就能够去投胎了吗 不一定 有的人还要经过 到到那个 第八店平正王 还有第九店的都市王 这第一店到第九店全部走完了之后 这些罪苦众生呢 才能够去到转轮王那里 去到转轮王那里 从地狱出来了之后 终于可以投胎了 但大家知道吗 有一个说法是这么说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记得前世的事情呢 来留言区 请把答案打出来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记得生前的事情 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投胎之前呢 我们喝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不会记得我们的前世呢 为什么我们都会从零开始 我们是喝了什么东西 让我们忘记了前世的恩怨情仇 让我们能够这一世从头再来 我看到头两位观众 Winny Chen跟Sandago女士 孟婆汤 你讲对了 张欣怡女士也是 还有白 不好意思我那个字散过 白 白莲花 Ivy Tank 孟婆汤 在过奈何桥之前 在孟婆亭那边 得喝孟婆熬的孟婆汤 有三个说法 有人说这孟婆汤里面的汤水呢 是万川河也就是地府里面的那一条河呢 万川河的水所熬成的一个汤 也有另外一个说法说 这孟婆汤它是用要去投胎的人的鬼魂 然后再加熟食之间的药材 熬成好像一碗酒一样的汤 喝了这个酒汤之后醉了 真的就是进入了最深梦死的那个境界 所以活出来生 你看小朋友生出来的时候 有种懵懵懂懂 真的好像喝醉酒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 已经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什么东西都好像全新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还有第三个说法 第三个说法是说孟婆汤 它总共是用八种眼泪熬制而成的 一滴生泪 两滴 一滴生泪 两钱 老泪 三分苦泪 四杯 想一下 该背了很久 本来想要在直播间很流利的讲出来的 可是真的就有如我这把扇子所说的一样 千算万算 不由人算 有时候直播因为在户外呢 有很多场景呢 要么会打乱了自己的思绪 要么有时候就会忘记自己已经准备已久的那个台词了 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呢 一滴苦 一滴生泪 两钱老泪 三分苦泪 四杯毁泪 后悔的毁 五寸相思泪 六中病中泪 以及七尺别离类 那第八类呢 就是孟婆的伤心泪 我听到我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 诶 这个不就是跟我们佛教讲的佛教的人生八苦一样的眼泪吗 人生八苦生老病死苦 里面就有四种眼泪是讲生老病死的苦 那还有这个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以及那个愿真会苦 就是你不想要看到的人 他每天就坐在你的桌子对面 你想看到的那个人他就被派到外地去工作 还有第八种苦 五阴四圣苦 眼耳鼻舌生意 你眼睛看到的 你听到的 你闻到的 你嗅到的 你感受到的那些呢 其实他都带了一种苦给你 我就在想 喝了孟婆汤 话说是能够放下过去世的那个恩怨情仇 但大家想想 我们真的忘记了吗 你真的觉得你喝了孟婆汤 你什么都忘记了吗 据说如果是用人的鬼魂 以及熟世间的药材熬成的那个汤 它有五种味道 甘 辛 苦 甜 咸 甘辛苦酸咸 五种味道 而如果是用那八种眼泪所熬出来的汤 那个孟婆汤呢 它反而没有一种苦涩的味道 它留下的那个味道是又甜又芬芳的一个味道 哇 孟婆汤真的是骗人的汤呀 你把这孟婆汤喝下去的时候 嗯 味道极佳 就如此忘记了过去 可是原来这孟婆汤它另有乾坤 你喝了这孟婆汤虽然入口是甜 但下去的时候因为含着这八种眼泪 所以你来到人间投胎的时候 已经是命中注定 你必定经历这人生八大苦呀 你没有真的忘记您的过去世 因为佛教有说了 在我们的第八世里面 其实都有缠着一种我们过去世的记忆 只是如果我们修行不得力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开过去世的那个记忆库出来 因此我们看到有些人我们会特别讨厌 说不出为什么第一次见面而已嘛 为什么你讨厌他你就是讨厌他 看到有的人你莫名的就是心生欢喜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一见钟情再见深情的那一种 你生了情你就会跟他结合为一 你会跟他结婚又或者跟他可能呢 不一定是男女换爱 可能是跟他做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拍档等等等 这一些其实就是我们的前世因缘而来的 所以我们会很喜欢一个东西 又或者你这一世像我一样 特别喜欢喝可口可乐 我妈说我在凉胎的时候 她就喝了很多很多可口可乐 她怀我妹的时候 她是喝很多豆花水 也就是加坡人讲的 新满一代我们讲豆花水 台湾观众会讲那个是豆浆 豆奶之类的 她喝了这么多之后呢 我生到现在已经四十五六岁的人 我依然很喜欢喝可口可乐 这些都是前世的记忆来的 为什么有的人一看到佛像她很喜欢 她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心经 她会默然流泪 所以孟婆她虽然会让你表面上忘记您的前世 但事实上这些其实都辅藏在您的记忆里面 如何能够去打开这些记忆库呢 唯有修行 无论你读什么经也好 佛说阿弥陀经 还是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里面都有一个开经记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 真实义 如果你很想要知道您的过去世的种种种 又或者你已经厌倦了 活在人间有如活在地狱的一个日子 我告诉你 而且在中土 众生重很多 我们有很多圣贤 能够教导我们如何修佛法 如果您此生能够遇到一个 他不只是跟您说修行的重要 他还叫你怎么解手印 怎么修法 怎么样修善 怎么样忏悔 怎么样去为您过去所做的种种种种的缺失 去弥补给有形跟无形的众生 那你这一世和我一样 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那现在缺的是什么呢 你懂得修以外 你还真的要有一个人告诉你 什么叫做解脱道 什么叫做菩提道 因为我也可以教你念咒啊 但我不一定能够带你走上解脱道 你懂为什么吗 因为如果我自己没有走到那个地方 我根本不懂得怎么带你去 因此各位观众 如果你问我报名超度 是不是报名哪一个法师的超度都一样 我可以很准确的告诉你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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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个法师本身 他根本还没有收到能够到净土 他怎么带你过世的爸爸或妈妈或祖先到达净土 那他自己都去不到啊 对吧 就好像如果你没有一个护照 你能够飞到去 比方说美国吗 不行啊 那因为你飞不到去美国 你能够带人家去美国啊 不行啊 所以同样的那个道理 如果你问我要找怎么样的人去报名超度 如果这个法师 他本身已经具备了到达净土的那个能力 那他一定能够帮你的祖先到达那里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 地狱变现记里面其实他也记载了 有的人他不会做超度 可是他一直就是一种所谓的假法师呢 帮人家做超度 后来他去了哪里 一个爸爸妈妈他不信神佛 一直诽谤他的孩子信这些神佛 后来他为什么会投胎去出生到 而且他在畜生到要多少事才会出来 里面都记载的很清楚 心灵有问题的人 有精神病患的人 活在人间有如活在地狱的人 他之前做了什么事情 导致他这一世会那样那样呢 这一些全部都有记载在这里 地狱变现记 他不只是告诉我们 你做错事你就去地狱 不是那么简单 他告诉你你做怎么样的善事 做了多久做了多严重 你在这个地狱会受刑受罚多久 地狱里面到底有多少个部门 他好像一个大公司 而且这个公司越来越大 你懂为什么地狱越来越大吗 因为人造的恶越来越多 同样的除了地狱变现记以外 您说师傅你一直讲这些恶的东西呢 我越听越害怕 好如果地狱变现记这本书 你能够结合诸天的阶梯一起看 那恶是什么善是什么 你做多少善报 你会去到天的哪一个界 如果说万一功德不够 你不能够到到净土的话 那是否代表您所做的善事 所有的东西就一笔功效 不是的 如果您善功德够 你依然起码能够投胎在天界 可是天只有一成天吗 还是有很多成天 其实你们佛教说有天界 那那个基督教的耶稣基督又在哪里呢 那那个穆斯林教的 穆斯兰教的阿拉 他又怎么分呢 到底天有几层啊 我告诉你 师尊写的这一本诸天的阶梯里面 他把一层一层的天呢 都告诉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明白原来人呢 人间的这个世界 只不过是整个宇宙的一小个一小个天地而已 而且这个天地已经越来越污染 为何呢 因为人的心越来越污浊 大家看看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热报 联合网报 早报 有多少个真的是报开心的事情的 其实里面的新闻 越伤心越轰动呢 会卖的越好 为什么 也真的有那么多伤心跟轰动的事情 所以人心不古啊 灾难越来越多啊 各位 人呢 很怕鬼哦 但有一句话是说 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因为真正恶毒的人呢 好像是人的心 而不是鬼的心 当你读完这些书的时候 你再去想想 你这一世 到底要去哪里 我常常是这么说 我觉得 你想要怎么死 就会决定你怎么活 你想要怎么样死 你要度过生死的大海去到哪里 还是你依然要在这三叶之海里面翻盆 就会决定你这一世 你这一世到底要做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一年见几百个人 我还没有见到一个活得很清醒的人 或许活得很清醒的人 也根本没有这个必要需要再来找我 很多找了我 也在去找别的师父 是因为李季千师父很差吗 怎么可能 对吧 啊 怎么可能李季千师父会那么差呢 但是 人的心总是贪的嘛 他宁愿给钱去解决问题 他也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心 磨 他宁愿给钱去解决问题 他也不愿意去面对他的心磨 所以有的人说他怕来找我是怕被骂 其实是因为他在逃避他的心磨 他宁愿一直饿下去 不是饥饿的饿 是饿毒的饿 我有时候很感慨 因为我听了很多人形的饿事 比方说一个太太和他的前夫离婚了 可是前夫每个星期还会来看孩子 结果这个太太呢 还是跟前夫发生了关系 有了孩子 听起来好像可以是个美满的结局对吧 既然你们还是选择发生关系 又有了孩子 那要不要复婚呢 不行 如果复婚的话 男方会犯重婚罪 因为原来那个前夫已经结婚了 所以他们都选择落胎 恶毒吗 非常的毒 为什么会这样呢 财色名十岁 地狱五条根 贪钱的 收贿赂的 偷东西的 占修行人便宜的 又或者去偷公司的资源 来帮自己可以做生意 常常撒谎 撒谎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连自己都骗 我看过真的真的太多了 所以师尊为什么写地狱变现记这本书呢 他只给了三个字 因为 救人心 不救人心的话 你的人心就变鬼心了 所以心里有鬼这句话 原来几百年前几千年前 人类就一直有这个问题 所以才会有这个成语 师尊在这三本书里面 《度过生死的大海》 《地狱变现记》和《诸天的阶梯》里面 他让我领悟到他以前的一个开示 人 其实都是混血儿 何谓混血儿 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点的善 我们的心里面也会有一丝的恶 很少人 只要还没有修行的人 他不会有完全的善 也不会有完全的恶 因此 我们都是混血儿 而修行呢 就是把这个混血呢 化为清的 不是青色的清啊 是清净的清的那个意思 化为清净 让我们变成 纯血儿 纯善 不是纯恶 真正的纯善 只要我们的心定了 我们就不会往恶念那边跑 我们更加不会去行恶业 只要你的心定了 你的心就不会有地狱了 因为地狱变现记的地狱 它的演变并不是鬼神对于我们的惩罚 是我们人的心自己变出来的 所以地狱真的有吗 有 地狱真的真的有吗 有 地狱真的真的有吗 没有 根本就没有地狱 那看看这一次 是 你先断掉去地狱的根 还是我先断掉去地狱的根 佛教不讲求竞争 我们不去比较 但真的要比的话 因为有的人很好胜 他修行 他说 哇 你看 我修行是最厉害的 哇 我修法师多年了 你看 我整身都有光 不到最后 始终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隐家 对吧 龟兔赛跑 学佛人呢 不要去比谁修的好 真正要比 就比谁先到净土 谁能够度到更多的众生 但到了最后都没有比 因为众生皆平等 你我如果都是一样的话 你我都是佛 那期盼大家都能够净土相见 我是李季千 感谢今天这么多的观众 陪我一起做这个农历七月十五的特辑 地狱真的有吗 我祝大家日吉祥夜吉祥 一月六十很吉祥 下次得嘞 晚安